人 人 筆劃多 就要寫密一點 靠近 靠近 再靠近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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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字都有基本的型態 填 上寬 下窄 寫久了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字在下筆的時候大概就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主要是你寫的夠多就會有這種感覺 寫不夠多你連那個字長什麼樣子都不會寫 你怎麼可能知道再來要怎麼寫才會好看 所以量還是要夠大 有時候沒有辦法靠那個理論來寫字 理論是歸納出來的結果 但是歸納有時候經常是千變萬化 你看到理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當你真正在寫的時候派不上用場 所以少說多做 少看多練習啊 常常有時候會笑那有些中文的 學中文的老師 那個字真超醜的 感覺他的國學 學士淵博 可是那個字寫字真的是跟小孩子一樣 就是沒有技術 學問好跟寫字好是兩回事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問很好 寫字也很好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人的時間的分配感覺很難啊 有點分工更細了 你看同時兩個間距 確實有點難 兩個都像古代一樣 又是 科舉考試 然後字又寫得好 但是我們現在的篩卷條件都不是這樣 現在在強調分工 所以如果你單純的只是想靠念書來把字寫好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他用技術性的技能不能靠念書啊 不能只靠理解 理解是沒有辦法改善技術不好的缺點 跟游泳一樣 你不能因為我很理解游泳 我是運動學專家 我知道游泳的原理 但是我從來都不練習 那我今天下水保證淹死 因為你的理論是派不上用場的 很多專家事實上是 研究的專家 但是他沒有辦法實做 他有限時實做 可是你這樣講理論他又不懂 你看那個小孩子如果從小就長在河邊 他就會游泳耶 奇怪你說你怎麼游 我不知道丟下去就浮起來了 他不會游泳了丟下去就沉下去了 所以你是多做 有些人是做得出來但講不出原理 有些講得出原理做不出來 如果能兩者兼具當然很好 但是你現在這個分工的時代 我看都很難了 我們要做學的東西太多了啦 要學電腦、要學手機、要學人際關係、要學英文、要學數學、要學什麼 古代又不用 我們現在什麼都要學 古代什麼都不用 就只要把書念好、寫字寫好 所以那個時代跟我們不太一樣 古代人都是自己作詩、自己寫字 聽起來還蠻羨慕的 但是我們自己學作詩、做出來的詩 自己都會笑死 還是給專家作詩吧 好 好 好